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首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首最討厭的消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這個還記得上一次我們做的一個體驗版的遊戲 叫做這個 痞子英雄 泰索斯遺跡 上一次算是盲測喔 就是什麼功課都沒有做 然後就直接開始玩 然後也沒有先玩過 但是呢 這一次的這個Part 2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 這一次就不是盲測了 這一次就我們真的認認真真玩完把體驗版玩完以後呢 然後得到一些不一樣心得 然後想要再來整理好一次給大家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齁 我這裡大概是 雖然說他這裡只有寫15.6% 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個遊戲還是體驗版啦 因為我體驗版已經結束 但是就只有15.6% 然後我也是盡我所能吧 就是 我可以達到的達到 除了比如說怪物的圖鑑我還沒收集完以外呢 但是能走的地圖我也走完了 那這個 或許還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如果有看完的朋友有更多更詳細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我的話 那真的是太感謝了 好 我目前看起來總遊玩時間大概是3個小時35分鐘喔 那 我也就是增加一些功能 可以看到這個右邊這邊我應該還是有很多東西沒有拿到啦 但我主要就是 他給我的任務我玩完了 然後我可以做的做到了 好 那我先進來讓大家看一下說 現在 我這邊結束以後我得到的進度是什麼 那還是一樣喔 就是這些都是裁縫店可以得到的 這個叫什麼 就是 角色 應該就是正式版才有的 那 確實就是你可以重複的死 然後呢 呃 你也可以就是更新自己的家具 那這些家具裡面呢 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功能喔 有一些譬如說像這裡可以看到你記錄的時間啊 你在地下城探索過幾次啊 解開什麼樣的謎題啊 他在地下城裡面其實有蠻多 真的都是 呃 解謎的東西 然後每一次你進去 他每一次地圖都不一樣 入口出口 你可能會覺得 看起來的地圖是長的一樣的 可是他入口跟出口跟一些編排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真的也算是蠻用心的地方 然後大家應該可以看到我現在的城鎮 好像就是光鮮亮麗喔 因為我已經把所有 呃 這個 我可以蓋的東西全部都已經蓋完了喔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一次體驗版能開放的喔 就是有我的家 然後這個格里夫工坊 尼克的研究室在這個故事的中途 會遇到尼克拯救他就會有了 然後還有一個失落的鍛造房 可以增加你保鮮的屬性啊 然後這個工具棚你可以買到什麼弓箭啊 那上一次大家看 應該有看到我撿到一些玻璃的東西喔 在地下層可以撿到 可是如果你死掉他就會消失了 那這個地方買了他就是永久的 那這裡呢就有些雜貨部可以買啊 你可以買一些線啊 什麼之類有的沒有的啊 然後這裡呢這個診所 就是可以補充你的上限值 法力的啊 跟生命值的東西 那這裡呢其實還有一個很酷的 就是我結束以後 蓋完以後他出現的 就是他說可以買農產品 然後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可以種的 但我目前也沒有去測試說哪裡可以種 放置一個 好像沒有要給我買的意思 喔農產品價格 喔因為我根本沒有農產品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賣給他 對然後可以帶大家再去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蓋的這些不一樣的工房 好這個就是失落的鍛造房喔 就是你可以升級你的武器 你可以傷害增加啦 攻擊速度啦 保健攻擊範圍啦 攀開子彈啊 然後後面有一些是那種連續的 就等於說你增加完第一波以後 你第二波還可以再增加 然後上面這裡呢也會有暴擊傷害喔 等於說你如果暴擊了他傷害是200% 這個我覺得其實蠻好用的 然後後面這裡還有擊碎子彈啦 攻擊速度一樣都是這些東西可以增加 然後我沒有一次把他全部升級完 因為他還蠻 蠻需要你的寶石的 但因為我就是打一輪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後面下面這裡第二排就是暴擊率 也是傷害增加攻擊速度暴擊率 然後傷害增加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再去看下一間 欸這一個就是也是新蓋的 這一個是雜貨還是工具的嗎 大家可以看到工具棚喔 就是有油燈 然後連油燈這裡其實你都可以升級喔 你可以升級比如說讓他看起來 我看一下喔 放置能持續燃燒使魚禁使 燃燒的魚禁使火勢蔓延開來 喔可以造成傷害的喔 然後比如說可以增加油燈的亮度阿 喔野火 哇這個蠻酷的 然後這些炸彈帶阿回旋鏢阿弓阿 這些都是可以買抓勾也會有抓勾可以用的東西 在我看到那個在網上看到體驗版就Gameplay的時候 他的抓勾好像是可以去抓住敵人的 因為我一直沒有使用他其他道具 算是一窩蜂的就想要結束這個東西 然後連怪獸寶典上一集也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可以打敵人嘛 然後你可以攻擊敵人 然後他其實本身也是可以增加傷害的喔 然後鏟子是可以喔 他說是用於梨田椅跟種植作物耶 可以挖東西耶 可是為取得裝備他是不讓我買的意思嗎 喔他這裡是升級的 你有了就可以在這裡升級 你沒有就不能在這裡升級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雜貨鋪是不是 欸啊我記得好像在尼克的工作坊可以買 這個雜貨店就是可以買一些其他東西 你這個瓶子喔你在地下層喔 呃裡面可以就是找到商人 然後你可以買補血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這個最難的就是你在地下層你出不來 只有我目前看你沒打完你是出不來的 然後你就只能死回家你再出來 但是如果你有瓶子你就可以補血 你就可以一直慢慢打下去 好這裡看起來有一些 玉米種子啊番茄的種子可以買 可是你又會需要種子袋 但是他目前也沒有要賣你種子袋的意思喔 好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個盜賊線 線捲喔但是裁縫店因為沒有辦法開放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測試 然後你按R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這裡其實有提供一些不一樣的 呃不一樣的家具喔 你可以在家室裡面可以做一個擺放喔 然後這裡算是呃你就算不打怪 你也可以好好的擺設你自己的家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 好那接下來呢不知道上一次有沒有展示給大家看這個診所喔 可以補血補魔法 但我目前還是蠻推薦先補血 因為補血真的是太重要 就是你這裡可以 呃你附寶石你就可以增加你的生命值了 然後還有一些生命百分比 不一樣的 包含比如說你在路上吃到一個小血塊 呃可以補充生命的這些都是會額外增加的喔 好 好 這是目前看到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去看一下啊 因為我也有新增就是一些攻擊 攻擊範圍啊 攻擊呃傷害之類 那個其實真的都蠻有幫助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可以賣我們 比如說他可以賣我們炸彈帶回力標鏟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齁 你如果要做鏟子會需要電盒 這個應該就是材料吧 這個材的這兩個材料我好像目前都還沒有 打到過電盒跟尖刺 喔如果有打到的朋友的話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講一下 我蠻好奇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拿到的喔 好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算是就是地下城嘛 就是我已經通關完這個地下城 就是他大概好像有三城吧 然後到最後會有一個 呃先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這是我目前打開走到最遠的地圖喔 就是這個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地圖很大 然後最左邊城鎮走出去的最左邊 他會有一個很有趣的我可以帶大家去看喔 就是他因為畢竟是試玩版 他沒有要開放全部的東西讓大家可以使用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我們這裡 我是過不去的喔 可以利用抓勾的裝備來勾他 欸我是有抓勾啦我來試試看齁 欸可以勒過勒我以為這邊是過不去了 哇這是意外意外意外 哇我完全沒有 欸我沒有走到這裡來欸 我以為這裡已經結束了欸 因為我走到不一樣的地方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很奇怪的屏障不讓我過去 欸我本來只是想要做一個 啊有了有了有了就是這個 呃就是這個女神 他是女神派來的得莫莉亞喔 然後他就是變出一個屏障 他說時機未到這個沒辦法 他其實就是不讓我們 不讓我們過去啊 就是體驗版就到這裡而已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麼意外 我為了做一個體驗版的final 但我還是得到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可見這個體驗版真的是不簡單啊 因為目前畢竟是還沒上市的遊戲 然後我看大部分玩的好像也都是 國外的玩家比較多喔 所以能做的我應該說我能做的就有限 就是盡力分享探索啦 那大家如果有心的話也可以 分享讓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真的也是蠻好奇 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就是這個 泰索斯遺跡嘛 這個堡壘齁 泰拉卡堡壘嘛 然後我發現喔 進去齁他就會要你 如果你要進去的話 因為我每次都按很快 然後我都以為很奇怪 他說你進去齁 你就要把你所有的財富都捨棄掉 你才可以再進去打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 你一定要先升級好你所有的東西 要不然你的寶石就會全部都丟光光 沒錯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這邊 因為我其實最後大魔王我有打到 然後那個鑰匙我也有打到 可是因為我在打的時候算是私下玩 我沒有把它錄下來 但是我有用30秒錄影把它錄下來 那我一些小片段吧 好的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喔 這裡就是我先截了一張圖 就是那個時候我已經準備進來要打魔王囉 然後接下來我就從中間開始 而且這個魔王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他其實有點難打 就是我一直不知道要怎麼樣攻擊他 大家可以一起來看看喔 就是他會從天鵝降降很多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只能一直跑 但是他的頭是會往前伸的 然後我已經過了好久我才發現 然後地板還會塌陷喔 然後重點是你也沒有什麼好補品 然後但是我也發現你看他頭往前伸的時候 他的屁股會打開 你打他的屁股的時候他其實會頭暈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你要衝過他的那個凹喔 到裡面去打他的頭 他就會開始損血了 然後就是用這個方式一直循環這樣攻擊 那我一開始在打的時候其實蠻可怕 就是血還會耗損嘛 那他其實會丟下像這個小蟲 這個小蟲你打了他他就會有補血的東西了 所以你就可以等他掉下來的時候打他補血 然後進行這一串的巡迴這樣一直打 這個其實還蠻不錯的喔 然後他這個魂的時候會有一段段時間他會頭暈 好可以看到我們剩最後一次了 好這個時候要繞跑要小心 因為他這個蟲天爾這樣其實蠻痛的 好攻擊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從中間這樣走他會不會又突然咬你 然後你打完大魔王之後呢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呃呦你贏了你已經挑戰這個堡壘成功了 然後他就會給你得到你總共得到了多少的寶石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戰績 然後結束以後出去呢他就會告訴你說 喔恭喜你已經完成了這個試玩版的所有東西了 然後你可以去買之類的 那他不像是我玩的另外一款遊戲喔 就是結束以後他可能會就是直接卡在那裡叫你離開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這邊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你在地下層打完打一打打一打以後你可以 如果你有買地圖的話你就會看到整個地下層一層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打完之後呢你也可以怎麼說 你也可以買那個地下層的這個叫做 然後有捷徑 因為大家在玩的時候應該有發現我這樣打完進去怎麼好像 我又要重新走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就一開始進來的時候這裡有 因為地下層有二層有第二層跟第三層喔 那如果你的寶石夠的話呢你其實就可以買左邊這邊是第二層的捷徑 右邊這邊是第三層的捷徑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而且他是永久 他不會消失 就等於說你現在這樣進去以後 你現在就到第二層 然後你可以回到第一層 但是呢 似乎我還沒試過好像就是不能離開 沒錯就是不能離開地下層 你除非打完全部才可以離開 對然後這也可以給大家看啊 看一下就是 我打到那個大魔王的鑰匙的時候 他是長這個樣子的 對 所以你在地圖上呢 因為我現在沒有記錄打大魔王的那個地圖 他會有一個很像骷顱頭的門 然後你進去以後你就可以打大魔王 然後打完以後你就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了 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 我花了這個幾個小時這樣玩以後 然後發現說 欸其實還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東西也蠻多 然後又蠻豐富的 也不是只有說探索地下層 先說地下層他本來就已經夠複雜 然後也有很多不一樣的解謎啊怪物啊 甚至有些怪物頭上有骷顱頭 打完他都會有一些很不錯的寶 那撇除地下層以外呢 你看還有可以種東西 還可以升級武器 還可以蒐集怪物 還可以種東西 欸我剛剛講這種東西了嗎 對 就是元素非常的多 然後讓我覺得說 哇這個整個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其實還蠻期待他上市之後 而且重點是價格還蠻OK的啊 就是蠻吸引人的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理由不玩這個遊戲啊 對 那 這個我很難得 就是這麼久沒有做體驗版 然後做了以後感覺還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也真的蠻開心的 那後續我也一定還會持續在看什麼不一樣的遊戲啊 有不錯的遊戲啊 那我也一定還會再做這個體驗版 那如果大家有覺得也很不錯 也希望我們也可以做這個體驗版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找來試試看這樣子 好的那今天這一次這個 痞子英雄泰索斯遺跡的體驗版 正是 以肉肉認真 肉肉先生認真的角度來做這個體驗版 算是結束搞一個段落啦 那如果大家還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按讚 如果有什麼不一樣的心得 也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首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首最討厭的消息 呃